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另一種喜樂 很開心的 他提到在通壇裡面 教宗有提到 希望所有修道的人 要離開他的安樂窩 離開他的安樂窩 來尋找人靈 他用另一個出谷 就是要離開這個谷 去到一個福地 的意思就是說 修道的生活 不是一個團體的生活 不要當作是一種的逃避所 逃避什麼? 逃避了世俗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很罪惡 所以不行了 我要去一下 不對 剛剛相反 要出去找尋人靈 所以通壇裡面 有提到就是用一個福音裡面 就是阿瑪烏的路上 是耶穌突然間出現 去到兩個人的中間 來解釋給他們聽 各位收到人 要這樣去做他們的一個很close的陪伴 companion 他們說要做一個這樣的companion 陪伴著他們 陪伴著他們一起 他們的開心 我們開心 他們不開心 我們不開心 這樣一直提著他們 陪伴著他們 所以現在其中 收到人的一個很不開心的理由 其中就是說 在牧民的生活裡面 是缺乏發揮他們的 如果男性的身份負 收視那些 未能夠發揮他們的負性 修女那些 就在牧民的生活裡面 未能夠發揮他們的武性 所以變成這個 在牧民的工作裡面 去尋找人靈 收到的人 神父收視和修女那些 每個人 我們有著一個形象 我們不是掛著我們的形象 是外在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一個父親的形象 一個母親的形象 那些人呢 能夠來到我們 跟我們談談 如果曾經有一個神父 有些人 每個人都在告訴他們 哇 那個神父很兇 一見到他 每個人都走光 我們怎麼做牧民工作呢 剛剛相反的 是得到他的 能夠說話 能夠吸引人的 能夠去做一個牧民工作 有效的 各位兄弟姊妹 又不要告訴我 我的性格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一早有一個曾經說 我是這樣的 為什麼那個社會會收我呢 這些呢 不要管 總之如果是收了你的 這個是天主的旨意 有天主旨意的話 正如一個聖人說 不是這個 不要說是你的性格 是你缺乏性格 是很好 是嗎 是你缺乏性格 性格是索造出來的 你不能夠我生出來這樣 誰說 你養成你自己是這樣 是嗎 或者呢 做到自己出來是這樣 但是其中一件事呢 其實為什麼做到這些 這麼冷耗出來的表揚呢 其實是一種奉獻生活的不如意 就是說呢 你是不開心 在你的奉獻生活裡面 在你的團體生活裡面 不開心 那你一定要找出一個理由 為什麼不開心 但是呢 正如剛才所說 這個不開心的理由呢 肯定是什麼 你的內收生活 你跟天主的關係不好 你不要經常埋怨了 在那些姊妹那裡 在那些兄弟那裡 搞到我這樣 這些呢 真是正如我們經常說 是社會的錯 是嗎 不行的 你不能夠把責任 把責任推進去團體裡 你要找一下 那我呢 給你們 養了 那你 你不能夠把責任 在那裡 跑來 要我知道